23年前,冥葬一时的布鲁克林展望公园,强奸悬案因为使用了最新的基因鉴定技术,而终于找到了犯人破案。 暗中的女受害者是一名同性恋者,毕业于耶鲁大学,于害时仅得27岁。她宣称1994年4月26日,在展望公园内被一名陌生男子拉进草丛墙间,不过事后却得不到警方和舆论同情。 警方公开质疑她口供的可信程度。纽约每日新闻报的专栏作家更引述消息人士,质疑受害人是在虚构故事,借此来宣传自己当时获得资助的同性恋维权工作。 该名女受害者事后控告该作家及报章诽谤,要求索赔1200万元,但最终因为法官也不相信女侍族的口供而撤销了有关诉讼。 事隔23年,警方表示他们使用了最新科技进行基因鉴定,证实当年的强奸案确实存在。 施暴者是现年68岁的冠犯韦特James Everett,他因为在70-80年代强奸了最少7名女性,而一共被判入狱75年。 目前正在纽约上周的新监狱服刑。 总警司鲍伊斯表示,他们昨晚已经亲自上门把破案的消息告知女施主。 并称该名女施主及时气不成声。 东哈林区一个韩裔家族经营的干系工厂,因为市政府要进行地区重建而面临搬迁。 现年42岁的裴先生是第二代韩裔移民,他的父母1983年移民来美后,便在东哈林区三大道家126间添置厂房,经营衣服干系生意。 早在彭博出任市长的年代,裴先生一家便开始对抗市政府的破迁。 到上星期,市政府终于入兵法院,要求法庭颁布驱逐令,让陆发诊商,兴建商用粮用大厦,并于下星期二开庭聆讯。 裴先生表示,他们的厂房占地6000尺,但市政府的赔偿仅得350万元,而且不包括他们生意上的损失。 他指出同区另一个5000尺厂房,目前都较价1100万元,质疑市政府的赔偿远低于市价,令他们无法进行搬迁,继续经营生意,识破他们入绝路。 他批评市政府不单只没有保险,更加践踏了他们的财产拥有权。 市长办公室和负责入兵法院的司法部暂时未有回应。 市长白思豪签署新法例,规定所有公册都必须安装育婴床位。 在法例生效之后,所有新兴建的公册,不论是男女册,都必须安装育婴床位,方便所有人为婴儿更换尿布。 至于现在的公册都必须在180日内,确定装有育婴床位。 提出法案的布鲁克林市议员艾士斌表示,有一次他见到一位男士到公册的洗手盆上,为婴儿换尿布非常狼狈, 因而决定草拟法案,动议规定所有公册安装育婴床。 白思豪相信在21世纪,男士都应该要分担育婴的工作,认为此次的立法是向男女平权行了一大步。 史丹顿岛一所有94年历史的天主教女校,因为收生不足加上财政困难,而决定在下个学期辟校。 位于Arosa的Saint-John Villa Academy,建校于1922年,设有小学和中学,是纽约市内硕果仅存的天主教女校。 校方昨日早上向全体学生和家长表示,由于修女不足,收生不足,以及校舍老旧,为修费高昂,因此决定在下个学期辟校。 纽约天主教区将会和纽约市教育局磋商,安排学生及教师转校和转职。 有很多学校的旧生昨日都到校外集会情愿,要求校方继续运营,并称校方可以靠旧生捐款度过暂时的难关。 皇后区的爱德华·莫罗高中在过去的周末,第21年胜出大学。 他全部都是 vueltro-ho high school,多出半分而险胜。 他们将于3月8日前往上周的萨拉托家郡继续晋升周际象棋比赛, 于全纽约州的少年象棋高手决一高下。 舞台剧业界组织白老汇联盟昨日公布上年度的观众数字,显示本地观众的入座率明显上升,重返98至99年度的水平。 联盟的报告显示,去年纽约市的舞台剧演出,一共有1330万人次入场,当中有285万人次是纽约市五区的居民,占总数的2乘2,重返1998至1999年度的水平,另外也有一乘8的人次来自纽约市周边的近郊地区,而外地游客的入座率则占总数的6乘1。 协会表示,本地观众增加可能与去年较多新制作推出,以及Broway Week等推广活动有关。